各位听众大家好,我是朱爱铭,继续给大家播讲《漫谈美国史》。 上次我们说到,斯图尔特百货公司在纽约建了一座八层的大楼。 这是著名的斯图尔特铸铁宫殿,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店。 百货公司和旧世界各国首都卖单一商品的豪华商店是不一样的。 它们像宫殿一样宏伟,但同时又对平民开放,欢迎大众的光顾。 铸铁为建造这种建筑,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。 建筑物的外表宏伟,里面顶棚很高,室内宽敞,空间大,便于陈列各种样品。 另外一个著名的百货公司是五层楼的霍卧特百货公司,这是1857年建造的。 地点呢,是在纽约市百老汇大道和布鲁姆街的拐角处。 那么建筑师呢,是丹尼尔·巴吉尔,他是用铸铁建造大楼的先驱。 他建造的这座建筑物令人赞叹不已。 威尼斯宫殿复杂的门面造型,用铸铁是很容易仿制的。 宫殿优美的圆柱,拱间和窗户可以造在建筑物的周围,长度不受限制。 而且呢,这种建筑结构可以一层又一层的往上加。 而另外一位对铸铁着迷的是詹姆斯·伯加德斯,他也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发明家。 当他把他的天才转向发现铸铁的金融图的时候,百货公司建设上的需要就激发了他的想象力。 他当时就说,这些新的铸铁结构可以建造10英里高的建筑。 他早上利用铸铁构架的种种特点,包括轻、容易加工、适应性强、建筑速度快等等。 大量建造越来越高的建筑物。 新铸铁时代的顶峰是伯加德斯在白老汇大道上第9阶和第10阶之间的地段。 也就是建造了我们所说的斯托尔特百货公司那座铸铁宫殿。 这是当时最大的铸铁建筑,同时也是各种建筑物中最大者之一。 它的外表是漆过的铸铁箱板,看起来像石头,而一再呈现的圆柱和栋梁的设计,更加增加了这个建筑的雄伟和豪华的气派。 每层楼的地板都能承受住它周围墙壁的重量,也就是从结构上来说, 这样就能够建造摩天大厦。 它的底层墙壁很薄,使得大厅非常的宽敞和开阔,而且铁柱很细,对每一层视野的遮拦很少。 一眼望去,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形状不同,五颜六色富有吸引力的商品。 这些物品都是人们前所未见,更谈不上购买的。 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之间,是令人眼花浏览的人群。 它们之中有顾客,也有逛商店和看热闹的。 富丽堂皇的底层中央是宽敞的楼梯,而楼顶呢,则是一个大圆顶。 白天光线从拱形玻璃圆顶设计来,是楼内光线充足。 楼梯上下人来人往,大家都涌向这个高顶旁富丽堂皇的消费者职工。 人数成千上万,甚至达到了几十万之中。 而传统的高雅而宽敞的楼梯,又和现代化漂亮的升降机相互回应。 有了升降机,到百货公司大楼顶上几层就十分方便。 同时呢,升降机还是社会上互不相识的人们,为了去一个共同的目的地,而突然挤到一个小空间里。 实际上升降机过去也曾有过,那是用来运货的。 有的旅馆曾经试着用它来运载客人,但现在百货公司就让每个人都有机会,过一下乘坐升降机的瘾了。 虽然升降机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,但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速度和安全结合起来。 老式运货的升降机的机箱,使用另外一个重物来与它平衡。 该重物上下的高度和楼的高度相等,升降机上升的时候,重物就逐渐的降到地面。 这种升降机相对安全,但是速度太慢,要加快速度就要采用一种滑轮系统,这样就会加快悬挂机箱拦锁的磨损,从而增加了升降机下降时候的危险。 为了确保不出事故,比拉莎奥迪斯就发明了一种安全装置。 奥迪斯是新英格兰人,他出生在福尔蒙特州的一个农场主的家里,便在那里长大,成为一名富有灵感的工程师。 他的办法呢,就是在升降机的两侧装上机轮,同时呢,在机箱的两旁,也安上与机轮相应的尺。 这些尺呢,平时被缆锁收到里面,升降机可以顺利地运行,但如果缆锁一旦松脱,机箱两旁的尺就立刻弹出,使机箱安全地卡在升降井里。 1854年,奥迪斯在纽约市的水晶宫博览会上,亲自向公众表演了他的装置,他先把升降机升上去,然后戏剧性地把懸吊机箱的缆锁砍断,结果机箱并没有掉下去,而是卡在了升降井里。 他本人就亲自在升降机箱里,安然无恙。 1857年呢,奥迪斯首次安装了供长期使用的安全升降机,这是在霍卧特百合公司。 早的1833年,一些旅馆就试用过升降机。 1859年,第五大道的旅馆就安装了一部载客的升降机。 1865年,费城的斯特劳布里奇特洛西尔百合公司使用升降机把顾客运上预下,这意味着普通大众也可以免费享用这项发明。 奥迪斯又在1861年,取得了蒸汽动力升降机的专利权。 1889年,为巴黎博览会修建的埃负尔铁塔建成之后,就安装了三台水利升降机,基本有一台,就是奥迪斯制造的。 可以在七分钟之内,把游人逐级接力运送到塔顶。 那么1889年,用电力驱动的升降机,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电梯,出现了。 出现后不久,就被梅西百合公司和瓦纳梅克百合公司用来运载乘客。 而在这个消费者世界蓬勃发展的时候,玻璃也起到了崭新的重要作用。 在采用电灯之前,高大的建筑需要大的窗户来引进光线。 但至少在19世纪中叶之前,大块玻璃制造起来非常困难,而且价格昂贵。 但平板玻璃是在1727年前后出现的,是指表面光滑,形状规则,可以做镜子或者用作大窗户的玻璃板。 这种玻璃板是由粗糙的玻璃板经过仔细的膜质抛光而成。 当初呢,粗糙的玻璃板是垂直而成,但这种办法只能造出长不超过50英寸,宽不超过30英寸的玻璃板。 后来呢,到了18世纪初,法国人采用了胶筑法来造玻璃板。 1839年,英国人简化了胶筑法,以消除玻璃板的不规则形状。 后来技术进一步提高,导致采用棍棍来连续制造平板玻璃,长度不再受到限制,而也可以像老玻璃板一样透明。 那么大块的玻璃板和重量很轻的铸铁框架结合起来,就改变了百货公司底层的面貌。 铃接窗户的作用,不再是仅仅为使室内有光线和阳光,而是用来做生动的广告。 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百货公司的大橱窗。 橱窗,收Windows,这是一个美国创造词,大概出现在19世纪中叶,专指商店展出商品的窗子。 商店,商店的货物,以及各色商品本身,就变成了强有力的做广告的新方式。 这个时候呢,社会生产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珍贵商品,第一次公开摆出来,供大家观看。 而逛商店橱窗,也成为了老百姓一种新的人人皆宜的消磨时光的办法。 当时的美国,有两个重要的途径,把城市大批居民吸引到市中心去。 这两个办法呢,也都不是什么新办法,但是在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,十分的实行。 一个办法,是让老百姓去百货公司更加方便。 另外一个办法呢,是用最新的商品信息,激起人们去百货公司的愿望。 在美国,城市公共交通工具是到19世纪后半叶才出现的。 在此之前呢,一般市民买东西都是在步行所及的范围内进行的。 也就是说,大约两英里的半径范围之内。 除了自己有车的富裕顾客和远方来客之外, 城市里的商人所要吸引的是能够从家里走到他商店来的顾客。 当时一个人的几乎全部活动,包括买和卖,全都是同行和他住得很近, 以及双方都很了解的邻居进行的。 邻里社会就是能够步行走道的社会。 不过后来,市内的油轨电车就让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。 最初的时候,如果你不愿意走路,那只有乘坐故宫马车。 这是一种市内用的马车,载客很少,而且收费昂贵,不经常有,行进速度非常慢。 或者是乘坐蒸汽驱动的火车。 火车尽管速度快,但是噪音大,机车排放的烟和炉渣对街道是一个威胁。 而且火车不适于经常停靠。 城市里最早出现的真正有效的公共交通工具是油轨马车。 车道平整,坐在上面比较舒服,而且适宜于在任何一个街角停下来。 我们现在对城市的公共交通已经细微长, 所以我们经常忘记了廉价的公共交通工具的出现, 是如何根本性地改变了城市的生活。 这个变化呢,在美国很多地方,大概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的。 我们就以美国波士顿作为例子,给大家描述一下。 1850年,波士顿人口稠密的地区,从市政厅算起, 城市的半径大约只有两英米长。 到了1872年,有了油轨马车,使城市的半径扩大了半英里。 1887年,油轨马车又使城市的半径再往外推进了一英里半。 加起来比1850年,城市的半径增加了一倍。 同时呢,人口稠密的市区面积,也相应扩大到了1850年的四倍。 19世纪90年代,油轨马车又被油轨电车所取代。 这种电车的速度是马车的一倍,载客量呢,是马车的三倍。 公共交通服务的距离,至少又向外推进了两英里。 这样一来呢,波士顿市就进一步扩大,以市政厅为中心的城市,半径达到了六英里。 城市郊区投资者和油轨电车制造商的利润,以及积极性,就加速了这个进场。 大波士顿地区的第一条油轨马车线路是1852年建的,马当时只拉一个车厢, 从卡布里奇的哈佛广场骑士,到萨摩维尔的联邦广场为止。 这条线路非常赚钱,所以其他投资者也纷纷地跟着效法。 这种生意其实十分简单易做,路基是现成的,早已经用城市提供。 这时候只要铺上铁轨,把车厢放上轨道,然后买一两匹马来拉车,就算大功告成了。 那些已经在城市外围边缘地带购买土地的房地产开发者,就希望他们的土地能和市中心地区连接起来。 那么契伦大王惠特尼,1887年,就巩固了他在波士顿经营的线路。 而类似他这样乐观的企业家,为了吸引更多的乘客,更是规定车票标准价一律五美分,转车不要钱。 而为了吸引更多的人,乘坐油轨电车路线,这些油轨电车拢动公司的经营者,他们就宣传,在人口稠密的市中心,好几家挤在一套房间的工人,可以到郊区去买地建房,享受郊区有以身心健康的环境带来的乐趣。 那么这些因素呢,就把更多的顾客,吸引到城市的轨道里来。 那么无论油轨电车的路线,它的目的地是哪里,但是所有的油轨电车都会去同一个地方,那就是市中心。 因为那里有巨大的消费者消费的场所。 那么随着方便的公共交通工具,把市民带到市中心,带到百货公司,于是就产生了另外一个,吸引消费者思想和欲望的新力量。 这是集中在城市里大量发行的报纸。 百货公司需要在报纸上做许多的广告,给自己招揽生意,这就极大有助于报业的发展。 同时也帮助了报纸摆脱政党的资助,从而保持其独立性。 百货公司和其他做广告的大主顾,就间接地为美国新闻报道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做出了贡献。 这和法国,意大利,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报纸,由党派控制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同样呢,百货公司的兴起和报纸广告的发展,也是密不可分的。 百货公司的创业者同时他们也是广告学及其艺术的先驱。 像创办梅西百货公司的梅西,它就是广告业的先驱。 它用不断重复的方法,编一些别掉的诗句来做广告。 当时呢,报纸编辑只同意用五游二分之一的小号签字来排版广告, 所以梅西就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。 它用几百个这样的小号签字,排成梅西的标志五角星,或者组合成更大的字。 从1852年开始,它就敢于在报纸昂贵的版面上留下很大的空白。 它经常做广告,而且同时在四五家报纸上做广告。 这就让那些和它竞争的比较保守的对手大约逊色。 而另外一位在广告业上的先驱者就是费城的沃纳维克。 1879年,它率先采用整版的报纸做广告。 在整整十年里,沃纳维克定期在报上做整版的广告, 而其他的百货公司也跟着纷纷效法。 于是呢,全国各大城市的日报就大赚齐钱。 1909年,沃纳维克在纽约市的分公司, 开始每天在各个晚报上做整版整幅的广告。 这就让晚报的广告行数压倒了日报。 芝加哥也是如此, 马歇尔菲尔德成为了在报上做广告的大客户。 曼德尔兄弟公司同芝加哥的论坛报签订了合同。 在1902年全年内,每周做六次整版的广告, 一年就花费十万美金。 这成为了当时一条轰动的新闻。 到了20世纪初, 百货公司就成为全国各大城市日报的主要支柱。 同时呢,随着报纸发行量的增加, 报纸又成为了百货公司的主要支柱。 所起的广告作用越来越大, 推动着几十万的顾客去光顾。 而城市里的报纸也成为了传播思想的油轨电车。 他们把新兴城市数以万计人们的思想和欲望装入了车厢, 运到城市的中心, 迅速加入新出现的消费共同体。 百货公司它是奢侈品大众化了, 那么习惯这种便利的人们早已经遗忘了, 当初让公众免费进入百货公司, 这是一条多么富有革命性的原则。 在过去的市场和集市上, 摊贩固然是把自己的货物摆出来, 给来往的行人看。 但是摆出来供一般人看的商品, 都是常见的, 满足日常需要的商品。 任何过路人都可以看一看水果、 蔬菜、牛肉、猪肉、 盘摊罐罐和厨房用品, 或者是便宜的衣料。 较昂贵的纺织品和家具都是放在礼物, 只有当买得起这些商品的认真的顾客光顾的时候, 才会拿出来给他们看。 在世界各地的大城市里, 高级的商店总是在门上挂起代理商店的象征, 吹嘘只此一家别无分店, 或者摆出某家贵族的家徽, 表明这是指定为这家贵族供应商品。 他们对偶尔路过的行人很少陈列, 或者根本就不陈列他的商品。 那些较为廉价的商店, 也都是专售某一种商品, 而且现成的存货往往不多。 一般的老百姓一辈子仍然看不到多少他们买不起的珍奇货品。 而百货公司让这一切都改变了, 像潮水般的人群中有各种各样的人, 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, 在陈列的很漂亮的不同种类, 不同价值的商品之间走来走去。 看高价商品并不需要是高级人士, 谁都可以进百货公司, 都可以看一看摸一摸高雅的家具。 在这种新的消费者大众化的体制之下, 人们假定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买主。 顾客这个时候是平等的, 买东西逛商店也是公开的, 这和个人的社会背景, 财产状况已经完全脱钩。 这是人类文明走向平等的重要一步。 谢谢大家! 谢谢大家! 感谢观看